這邊的那個列席部分的話 第一個 請你把上個禮拜的檔案打開 那上個禮拜我們是錄製的聚集 有沒有 串接跟清除 這個應該OK吧 讓它有清除 那今天要做的是 請你把它再多複製一個 複製 所以我這個把它刪掉好了 複製一個新的工作表 最簡單的方法就是拖拉加Ctrl鍵 Ctrl鍵按住 然後拖拉過來放開 這個就表示是把同樣的這個工作表 複製一模一樣的一個工作表 那我們把這個名稱改一下 把它裡面的刮鬍改成叫VBA 所以待會兒的第一個動作 請你把這個工作表再複製一個 OK 那我們是希望做什麼 就是主要把這兩個按鈕把它換掉 換成 就是之前這個是我們自己沒有任何沒有寫程式 我們其實只是利用什麼 利用錄製的 所以對於這個如何撰寫VBA程式 你們應該還是很陌生的 所以呢 我們重新再來細部講一下 那該怎麼做 首先第一個 先複製一個 OK 第一步 這應該沒問題 第二步的話呢 再切到VBA程式 那因為我們後面 基本上就是要自己寫程式 所以呢 要怎麼自己寫 1 切到VBA程式之後的話 那原來我們的這個程式是寫在Module 1裡面 這個是錄製劇集產生的 那這個Module 2是怎麼產生的 我把它移掉好了 我重來過 OK 這個假設剛剛沒有了 所以大家不同意 比較容易有出問題就在這裡 當然如果你要把程式寫在這個的下方 也是可以的 也是可以的 只是一般習慣會把它分開來 因為分開來的話 比較不會亂掉 這個是Module 1假設是上個禮拜的部分 那今天的話呢 我要增加一個Module 2 怎麼增加 其實很簡單 請你在這個模組的上方任何一個地方 游標放在任何一個地方 放空白處也可以 你只要按右鍵 它就會出現有一個叫插入模組的一個功能 OK 所以呢 以後呢 如果你要寫VBA的話 其實特別特別注意 反正呢 你只要記得一個很重要的步驟 就是要做插入模組 也就是你以後不管是Sub或Function 請你把它寫在模組裡面就對了 OK 那以後的VBA呢 分成兩類 所以一類叫Sub 一類叫Function 那兩者最大的差別就是Sub的話 相對 大部分會對應到一個按鈕 有沒有 按按鈕 那如果Function的話呢 就是插入函數 大體上就這兩類為主啦 當然還有其他 只是說一般其他的很少用 主要是Sub跟Function 就足夠你工作上的需求 OK 所以第一步 按右鍵 插入模組 OK 所以我們來按右鍵 剛剛有同學也是找這個功能 那你會發現呢 在你的右邊就會出現一個空白 那再來的話呢 後面我們是要來自己撰寫 這個 撰寫 所以剛剛的Function 所以我們先寫沒關係 後寫沒關係 那就把剛剛的那個Function先寫沒關係 所以剛剛的Function 我是把它放在這邊 就是這一段 OK 那 偷懶一下 其實最好就是把它重新再做過一遍 那我剛剛做過的步驟啦 先打一個Function 有沒有 然後空一個手機 Enter就可以了 有沒有 它會自動幫你加什麼 刮弧跟Enter function 那第二步的話呢 就是再把這裡面填上什麼 填上那個 就是這個 門號後面的三個參數 就是我們需要的什麼 電信業者啦 門號區嘛 其實就把這個複字貼過來 就OK了 那第三個的話呢 就是再把那個 我們需要的那個程式 對應的程式寫在哪裡呢 特別主要 寫在這個 中間這一行裡面 然後呢 我們寫的方法 一般是這樣 就是 我再把那個重點回顧一下 1 記得喔 反正它的開頭 一定就是 跟上面的方圓一樣 所以 大概你可能要稍微記 第二個的話呢 我們這個地方就加一個等號 也就是把後面的公式做完之後 再丟給這個手機Function 那手機Function 如果你游標放哪裡 它就會幫你把最後得到的結果 丟到游標 就是滑鼠所在的那個 儲存格位置 所以我們剛剛什麼 09對不對 那你可以什麼 空一個End 這個其實還蠻直覺 有點像 Excel裡面的公式 只是說你資料來源 就不是儲存格 而是使用者給你的 所以09 然後再來什麼 電信業者 所以我的習慣是 用複式過來的 那我複式 你可以Ctrl-C Ctrl-V啦 或者拖拉加Ctrl-G 這樣也可以啦 把它控格一下 End 前後一定要控格 這個跟那個 英語的那個寫 有沒有 一樣 字跟字的中間一定要空白 概念是一樣的 OK 所以09 後面是0911 11帶過來 然後後面還有End 一個減的符號 然後呢 再End 什麼呢 End Format 所以我們這個Format 指的是什麼呢 其實有點像是 就是我們Excel裡面那個Test的函數 Test的那個函數 這個 它也是格式化 只是說在VBA裡面的那個Format 也是一個函數 那用途 其實跟在那個Excel裡面那個Test的函數 基本上是蠻類似的 所以我們就Format它 然後呢 把資料給它 什麼資料呢 84給它 所以把那個84這兩個字 把它丟到瓜糊裡面 那後面的話呢 逗點 像Format Test後面第二個參數 它就是000 那這邊比照辦理 一樣是 但是記得 要前後一定要有雙女 雙女號 表示它是一個Format Test 是文字 後瓜糊一下 那這樣的話呢 它就會幫你把資料帶過來 84 經過Format的000之後的話 那就變成什麼 變084了 OK 那後面一樣嘛 因為這個MOR 概念跟這個區碼一樣 也是三碼 所以呢 我們最簡單的方法是什麼 把後面的這一段程式複製過來 貼到哪裡呢 貼到這個後面 那只需要改一個字就可以了 因為它這個是 它的參數是MOR 有沒有 如果你用區的話 假設你現在直接RUN的話 那你可能得到的結果 就084084 所以這邊把這個MOR 區碼改成MOR碼就可以了 好 這樣的話呢 我們程式就寫完了 然後我們RUN RUN的時候呢 你不是叫你直接從這邊 直接執行 因為這些同學 常常問說 老師為什麼我這樣RUN 不成功會跳出這個 因為它不是Sub 所以呢 不是從這邊執行 那它要從哪邊執行呢 記得喔 先把它清掉 從插入函數裡面 找到使用者定義 這邊就有了 那你就給它一個蘿蔔一個坑嘛 對不對 一個一個的把它丟給它 結果就出來 向下填滿 那我們就大功告成 畫面先還給各位 先把這個VBA 第一個部分先完成 那我們其實就先寫 制定函數啦 妖怪 很好的 本來看一下 能不知道 查察 谢谢观看